我常常想 如果他们每天都能睡过7个小时 并还有另外7个小时 完全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 我相信每个人都不难拿出 30分钟来运动的 如果他们没有上班长期久坐 造成的体态问题 关节功能变差 运动起来没有疼痛 没有损伤 没有喘不过气 没有差点要了小命 我相信大多数人也不会半途而废 如果他们除了交房租水电吃饭 买生活必需品之外 还有一大笔可以享受生活的闲钱 我相信很多人也愿意去健身房 请私教指导 但现实就是 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些条件 每天抽个10到20分钟的碎片时间 见效可能没那么快 但对于绝大多数 不以健身为生活重心的普通人来说 可以轻而易举的坚持下去 从量变产生质变 正所谓一丝而累 以至于寸 累寸不已 碎成账屁 在尝试5%的改变 这本书里说到 大多数人都会陷入一种思维误区 觉得只有零和一百 要变就得是100%的改变 要不就等于没变 我这个月必须下一百 我这周必须受时间 因为太执着于100%的改变 反而容易在半途中被挫败 沮丧 自我否定压垮 导致最后一步也没动 既然如此 不如从5%的改变开始 让自己先行动起来 进入量变的开始 因为付出了一些努力 所以状态变好了一些 又因为状态变好了一些 又能做出更多的行动 这就叫做向上螺旋 所以这三年来 我为了让大家开始 向上螺旋的第一步 我是费尽心思 编出有趣解压轻松 同时又能高效然之瘦身 和还原体态的动作 花近大洋去租 或者布置新鲜的跟列场景 让我心爱的你们 可以享受运动 摆脱焦虑 因为作为专业健身 运动矫正教练 我知道 只要能矫正不良结构 完善人体功能 学会核心发力 和正确的呼吸模式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别说多走几步路 就是单纯的呼吸 都会有瘦身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个简单的十分钟训练 可以让千万个仔仔们的 体态体型 在短短一两周 就能有显著的变化 就是因为 我是从底层逻辑出发 先矫正再健身 才能让你在一个月内 达到别人半年都达不到的效果 健身的效果 从来不在于时常 而在于方法 所以为了能让你们 更加系统的进行训练 让身材达到你基因 可以达到的天花板 我设计了这套 18天黄金腰臀比课程 通过重建足弓 完善足弧功能 纠正骨盆位置 提升宽胯功能 加强宽膝怀联动 建立臀部主导发力等 运动矫正功能性训练 以及腹式呼吸 真空腹 瑜伽等强化深层核心 培养核心收紧习惯的 呼吸训练 和针对腰腹 臀部 肩背的塑形和拉伸训练 根本性矫正 不良结构和错误 呼吸发力模式 优化人体运动链传导 从圆头下手 直腿瘦腿 提高臀线 缩腰受腹 达到雕刻人体 黄金腰臀笔的效果 18天系统训练 每天不到一杯奶茶钱 大小奇数 所有年龄均适用 只需要一块瑜伽垫 和少玩20分钟手机 就可以挤出来的碎片时间 课程永久有效 千里之行 始于魁步 九层之台 基于雷土 尽小者大 极微支柱 从今天开始 向上螺旋